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了 两棵在搬咸道香港大学外的细叶荣树 估计已经有超过80年的树龄 地政总署在星期日晚斩了它们 地政总署解释 已经找专业人士确认过 两棵树的健康和结构情况都很差 那里人流又多 对公众安全会构成风险 也没有其他可行的改善措施 所以斩树是迫不得已 关注团体 其后就在树干那里挂上了四个字 就是腐屈而忘 它们认为政府的报告粗疏 听听专家怎么说 这两棵树的健康情况 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 而它们是自己本身两棵 没有任何重要的病床 会令到譬如它的树木 木質会霉烂 所以它自己本身其实是坚固 问题是我们怎样加顾它 令到它不要影响后面那棵牆的时候 就是它下面那棵牆的时候 令到真是能够人树共用 他又说政府提供的资料不足 好像检测树机腐难程度的数据 还有升纳图像都没有 公众安全没错是重要的 但如果斩树没有安全问题的树 当局就是失职了 可能做树和做人都一样 都要看一条命生成如何 在粉岭高尔夫球场 里面据说都有百多棵的古树 有人建议收回高球场来建房 但就有其他人说 保育古树都很重要 这一刻里面的树 都起码还叫安全 但粉岭高球场的发展 相信都还要咬 土地供应专质小组 正是各项的土地选项咨询公众 其中粉岭高尔夫球场成为选项之一 亦成为了讨论的焦点 专质小组提出了两个方案 包括局部发展粉岭高尔夫球场 32公斤土地 提供4600个住宅单位 容纳13000人 或者是腾出整个高尔夫球场 172公斤土地 提供13200个住宅单位 容纳37000人 究竟高尔夫球场 应不应该被收回起屋呢 今天我们就请到 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 和艺人陈伯祥 他们都是职业高尔夫球协会 名誉会长谈谈这个议题 今天欢迎两位 先问一下郭仙 专质小组的资讯方案出了之后 一班高尔夫球爱好者 成立了香港高尔夫大联盟 争取保留这个粉丁高尔夫球场 当日也有出席过记者会 是否认为两个方案都接受不了呢 我刚看了 我知道土地供应 专责少了 专责少了 我不知道他会选择 粉丁高尔夫球场 是 那个人好像 好像杰菲的叫黄远辉 主席 主席 他只是做币家而已 他懂得炒股票和看外汇 但是这个人有关 怎会懂土地呢 你有那个知识才行 不够地不是找个哥尔夫球场 你应该想如何找多些地 从来香港都是填海的 第一,这是最大的 第二,很多地是没用的 例如葵冲码头 我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工业的城市 香港正在转化着一个金融 或者很多变化很先进的城市 我们没有了工业生产 为什么要国内的货物 运下来我们葵冲 为什么要用哥尔夫球场 填海或者码头都可以 事大都可以 第一,填海 其实我不知道 可能陈先生知不知道 代价其实挺大的 什么都有代价 我先讲成本 成本大概是2亿1公斤 其实相当不便宜 当然,另外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葵冲货柜码头 在香港注册的船 是全球排第四 而且很多运输业的 多有九成仍然依赖船运 所以香港有一个这么大的货柜码头 其实香港人应该觉得骄傲 当今天这么多地的时候 我们就是得不多了 那我们当然要想想哪里来地 譬如像你这样说,填海 现在这次专资小组 那里就放了资料出来 就可以选择 新加坡也一样 拿了哥尔夫球场来起 新加坡有十几十个 香港只有一个 但是我想说 香港你认为只有一个 就是因为你是百分之 我不是mangva,不好意思 如果不是 我先澄清我不是哥尔夫球会的会员 而我们知道 我是普通人,我也没有去打 我没有立场的 我没有说过任何东西 但是我支持哥尔夫球场 支持这个球场留在那里 百多年吃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昨天 出去砍两棵树都好像很肉痛 哥尔夫球有几百棵 百多年的树 你有一点都没有 其实我们的立场不是差很远的 你好像说的 你是支持哥尔夫球运动的 我也支持哥尔夫球运动的 没问题 你说拿一点出来 你又不反对吗 我现在不是说拿全个 我也没有反对 我这件事 你支持用多少 或者是 你在现在这个立场 在这个时间 坦白说一句 一下子要拿出百多公顷 是不可能的 因为整个地方都要规划的 但是他们在政府的建议 有提到 譬如说是三十二公顷 我觉得政府在数目上说得很少 因为一个太古城都说了二十一公顷 如果三十二公顷的话 不可能只是这么少人 你公民党觉得要用多少歌尔夫球场 我觉得用多少 不是我们就这样说的 为什么要用呢 有多少 为什么要用呢 有这么多方法 可以填海 可以发展大嶼山 这么多东西 大嶼山已经发展了 你们搞一个仇富的方法 来看着歌尔夫球场 我们从来没有仇富 那里是任何人都走进去打 很多人都走进去 陈先生你真是搞错了 我们是没有仇富 现在是仇不公、反特权 你想想这么多年 哪里有特权 一百七十公顷 哪里有特权 拿了一千元地价 一千元地价 每次动十五年 那你要发展体育 为什么要动歌尔夫球场 我那个 你刚才刚才你自己说 你不介意动歌尔夫球场一点点 但是最好是不动 我不介意动 就是完全没有选择之后不知道 如果动了 会对歌尔夫球的运动发展有什么影响 为什么真的… 你看看我们多少小学生在比赛 现在有多少人在学习 我们有十七万的从业员在找鸡吃 没有人请准备 只是粉业的人请准备 那些人失业 是吧 你想做成这样 可以找另一个地方去取代 找另一个地方再建 那就找另一个地方去建 居居居居居居居 不是 我真的有一个好建议 因为现在政府有一些堆田区 在这些堆备复修了之后 其实打算做歌尔夫球场 其实你自己也知道 为什么不让居居居居 如果你这样 你真的不懂 你真的说他们健康不行 不是 你真的不懂 不是 错错错错 哥哥 这些你可能真的不懂了 因为这些还有机会 是有些土地上的沉降变化 所以一组是不可以建高楼的 知道这些 那你刚才叫我 那为什么要起歌尔夫球在那里 因为歌尔夫球正是合适 在那些地方处理 前港姐, 郑文娜 她也是这个歌尔夫球的教练 她也表达过意见 她说其实这个歌尔夫球场 对培育精英运动员来说 应该不太大 最重要就是练习场要多一点 她觉得其实用来建屋 都是未尝不和 其实可以多一点点立 她有个人意见 你又怎么看她这个狗物 没问题 她有她的意见 她香港是包容的 其实是不是练习 如果你说训练运动员来说 是球场总要 我不是要训练精英运动员 我只不过香港应该是一个多元化 什么运动都有 因为我都不只是喜欢歌尔夫球 我一年都不能进去两次 这个球场绝对不关我事 我是一个礼拜踢四日球的 你盖住那些球场 我真的跟你死过了 我就是天天去踢球而已 歌尔夫不关我事 我只不过其中一个 觉得为什么香港建屋 要建屋去拆个歌尔夫球场 来建屋呢 这么无聊呢 我是说政府 我不是针对你吗 我觉得政府的土地供应规划是傻的 将这个列入项目都傻的 应该是政府主导 行政主导 然后去找地 去帮公屋去屋 曾蔭权那七年都没有做到 这些是政府的责任了 现在由梁振英到林郑 都是周围去找地 很急切地找地 当然每个人都要轮 我们都是由劏房一路慢慢轮上来 慢慢轮到才供 我供了三十年 因为公房有二十几万户 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小时候谁出生就有钱 我说法就是 除了你现在是个儿子 那份资讯文件 就是因为这个歌尔夫球场粉领 2020年到期了 似乎在这么多找地的方法里面 这是比较可行 可以是一个短中期的措施 那我就说这个是错的 你这么多事情不去做 就是搞歌尔夫球场 我是一个普罗斯文的看法 公众利益的角度 对了 那你也要顾着那十七万 做歌尔夫球的从业员 如果公众爷爷 我想问哪里有十七万人 这个就是你没有做功课 说来听 Caddy有多少人在全香港 Caddy全香港有多少人 有多少教练 知道吗 有多少运动场的人 有多少教练 有多少人关乎 说来听 17万人怎么会 17万从业员 这个就是大联盟给我的数据 现在说了 跟大联盟的数据给你 但你自己不会问的吗 你自己不会去问一问吗 我当然觉得有 但是不是一定要歌尔夫球场 是没有其他取代的方法 是 我刚才提供了 就是说这个堆田区 其实是可以用来做代替品的 譬如这个歌尔夫球场 譬如没有了十多公顷 我们是否可以搬去堆田区 复修之后可以用呢 而且如果谈空了那些地方的话 因为如果三十多公顷 有一个部分是比较近医院的 如果地方可以拿部分出来发展的话 其实在基建上面的压力会少些 也都是建设的时候 也可以快些 2010年到期 亦都不用说有 2020年到期 2020年到期 应该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7月底 那我的理解 就是看回地契 只要给12个月的通知的话 那就可以收回地 亦都政府不用作出任何赔偿的 但最重要有一个要求的 一个条件 就是最重要是用来用公共用途 根据文件来看 都是万几个月的 是不是值得 我就担心政府都比较太少了 说得 因为正如我所说 如果一个叫做太古城是21公顷的话 如果说32公顷只剩4千多户 我就觉得真的报太细数了 如果大家想想 是一个黄竹坑地铁的车厂上盖 都已经能够提供4千7百个单位 所以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32公顷只能够提供4千多个单位 单位这么少 那当然是否要物质质 还是可以继续留下 可能踢球 不要说带歌以呼球 因为后面的 可能是做其他的活动 学校、幼稚园、超市等等 其实那些部分 我觉得32公顷 其实是一个可以很好的规划 一个新的社区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咨询在做的 就是这个私人游乐场地政策 都是进行检讨 就是说私人体育会 竟不应该续约 民政事务局也出了一份文件 就有些条件 比如说 如果对体育发展有贡献 可以征收市值的地价三分之一 对于这个粉领歌以呼球场 这个文件也有点名去赞扬 它有个贡献在 其实对这个资商有怎么看 是否应该都给价值和续约呢 其实我对歌以呼球会 对香港歌以呼球的贡献 这些是一个历史 或者是大家看到的 这些我想不是大家要质疑的地方 但是你说去到 你说三分一 如果我没有记错 政府也解释不到 就是政府其实到今天也解释不到 为什么会突然有三分一的数字出来 而且其实不要说歌以呼球会 其实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计算 因为现在很多会所 根本是可能不是正常的事 其实是吃喝玩乐的多 就是可能麻雀灑下的主要收入 吃东西的主要收入 但是你说真的做多少体育呢 我就觉得有违当日的 本身的政策原意 所以如果有些认为得不好 其实应该收回 就是全部都收拾了 原来建公屋的意思 但是有人会说 是不是这么荒谱 香港是多元化的 你认为它打麻雀好 草地捆球好 或者任何一个活动 它有一个会就有一个会 陈生,你又搞错了一些事情 陈生,你又搞错了一些事情 我每次都搞错 每次都是你对 我们说地价 是一个很重要的政府收入来源 政府盈餘地价 我们政府太多钱 它应该是买了葵涌的地 不要以为别人的地产商会发达 然后建公屋、僵屋 就已经解决了大部分的事情 最简单、最快、最利落 其实我们不介意政府收回地 例如是用土地收回条例 在新界有很多地可以收回 现在路都是政府错的 我们很鼓励 这个和你没分别 你说是不是收葵涌货柜码头 当然我们有保留 但是说回哥尔夫球场170公顷 交一千元地价 但是有人真金白银在深湾 买一块地用来做会所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 你是不是把那些数目 摆出来去仇富 那一千元根本给和不给都没有分别 你是否支持哥尔夫球 你可以说不准打哥尔夫球 那一千元也不用收 说真的, 如果政府自己去营运 这是另一件事 但是如果当现在所有人 一千元用了这么多年 而接着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 我也想和孩子去玩游戏 我也想和孩子可以有牙遮头 住得阔一点 现在我们真的没有这样的机会 这些特权本来不是特权 什么特权 这些本来不是特权 你对啊, 本来不是特权 任何一家都有特权 你先听我说 本来这个政策就是因为当时政府不够钱 没有那么多钱 他们要做体育 他们要做康乐活动 所以就给了一些公司去营运 给了一些地区 但是好像你所说 发展到今天 政府这么有钱 为什么不能收回哥尔夫球 自己做发展 自己做发展 中环的目球 对吧, 你好记性 那个是市区 那个是郊外 现在有多少郊外 对啊, 旁边就是包围 如果现在已经不是郊区 那就发展大嶼山 那个不是郊区 发展大嶼山 大嶼山已经在发展 不知道你有多知道 可以同事两样 一个选项 不是什么都放在一个地方发展 可以摊开来发展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说 如果拿部分的哥尔夫球场的地方 用来发展 我记得你当初 刚才也说不反对 我不介意, 我没有反对 对啊, 其实你想想多好 我一说政府不对 又不是很好 我觉得是什么都不用 我就真的 这次就是你拖政府后腿了 我就没有这种本事了 因为有很多选项 是不是你阻着地球转了 这次 因为文件都有18个选项 有不同的措施 我不是说现在土地供应的 领导人也好, 什么也好 政府也好 是搞错了 这个不应该是一个选项 当然不应该是其中一个选项 就是两三个选项 已经够了 田海或者是码头或者是… 刚才你说 只是咨询都可以不用咨询 当然不用咨询 当然不用咨询 强势政府的咨询是什么 说回游乐场政策 如果真的地价收足三分之一 或者那个开放时间加长 那同不同意它可以续约 我其实对今次的检讨文件 是相当失望 因为我希望它整个政策 重新检讨 为什么不能收回地方自己去营运呢 又或者是和其他的公司去合作 或者判出去营运都不要紧 但是不是现在这种模式 因为现在是全香港 都在补贴这些区所去营运 但是说的是收紧很低的地价 我们很明白区所需要存在 我们绝对明白的 但是问题就是 政府究竟如何去安排 如何去看一些 譬如说有一些是… 你这么喜欢打球 有很多声称自己有体育设施 但其实很少开放的 这些是否应该收回它 或者甚至是南华会化 令到更多市民可以享用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收回个会 给政府营运 或者收回个… 这个我没有意见 如果它真的这么没用 那地方又收得这么便宜 原来它拿来赚钱 那当然应该收它,对不对 但是不是每个会都是这样 他们现在好像每个会都是 我不够…我不够屋住了 收回一些会就拿来建公屋 整个社会都不是平衡所有东西的 这是多元化社会 你在香港住得 你离得香港住 做了香港经民 你就接受这个高地价 香港从来都是一个贵的城市 你强势政府 你知道哪个地是可以填海 哪个地可以够钱 买了地来建公屋 我现在老是说 曾任权了7年 就是拖慢了那7年 所以大家排队高了 現在去追, 追是對的, 你就去找辦法 現在土地供應的諮詢 即將進入第二階段 將會透過街站、派發問卷 網上問卷, 或者電話訪問 收集市民的意見 希望這場土地大變潤 真的可以得出一個 最為及香港人的方案 解決土地不足的問題 彭德章, 不知道你最近 有沒有留意一條魚戶處的短片 有十萬人次觀看過 讓你看看 好 說你手上這條卡通片 其實都有看過, 說放生的 裡面的本土魚拼命地向前游 避開外貌凶狠的外來魚 一邊大叫就說 不知為何越來越多外來魚入侵我們的地方 又說本來屬於他們的妻生地 現在已經面目全非 有網民對號入了 將外來魚代入為 每日150個單程證人士 又說這條片是說現時香港人的處境 有網民還贊魚戶處是敢言的部門 我相信魚戶處製作這條片的目的 都不是想說政治 不過那些對白又剛巧 就是被網民用來抽稅 很多人看始終是好事 不過除了抽稅笑客之外 都不要忽略片裡面的訊息 就是放生前要停一停 想一想 佛旦又到 除了太平清照和搶包山 不少人都會參與放生活動 透過這些小生命 免受宰殺而職功德 不過放生 是否真的可以帶給他們幸福呢 對生態平衡又帶來甚麼衝擊 上星期日我們參加了一個 由佛教團體舉辦的海上放生團 好心的日會容易遇到窄知識 不受敵人參與 新派健康 整個團大約有150人參加 每人團費110元 包括放生三条鱼的费用 念完经 团友就一个一个排队准备放生 以我们所见 团友一共放生了四百多条鱼 大部分的鱼一落到水都会游走了 但也有一些就反了吐浮在水面 职员强调用作放生的鱼 绝对适合在海中生长 我们是鸭粉白河鱼来说 我们放生这个是一个智慧 这个鱼真的不要留意放 强调自己有智慧地放生 不过我们将相关片段给环保人士看 他们就不同意 其实那条就是一条星龙 但其实它不是一个本地的品种 它是美洲来的鱼 为什么会在香港引入了食用鱼呢 其实就是因为它养殖的速度快 它吃东西多 生长得快 你想想把这个特点放回海洋里 其实它有机会跟本地的品种竞争 章马山说 泉湾码头这一道都是放生性地 平日也有很多人在附近钓鱼 什么鱼呢? 就是这些 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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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 很大条 很大条 这些就是街市最常见的尺寸 为什么一条外来的鱼 会在香港的码头出现 其实很大机会就是来自 有人在街市买了 就把它拿到这里放生 除了参加放生团 亦有市民选择自己买鱼放生 另一个放生性地是北角码头 这里差不多每一档都在当眼位置 写上放生两个大字 这些是放生的 对, 这些是放生的 你没买鞋鞋鞋鞋也可以 你没买鞋鞋 放鞋, 鞋最薄的 便宜着小人, 这个硬盐 硬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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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所谓的 这些人没买也是这样的 这些呢?这些都是斑吗? 这些都是沙巴龙凳 沙巴龙凳这个比较重要 因为我们说是混种的石斑 它根本就不应该存在自然界里 它只应该是养在椅子里给人吃 它有机会跟本地的老虎斑或龙凳 习交 如果又习交之后 其实它有机会 直接污染了整个基因库 沙巴龙凳是人工繁殖的物种 它们会将原生的海产 驱逐出香港水域 这一档的海产更加是包罗万有 放生海星 也可以的 全部在海里面都可以生产 是 螺蟹 蟹 蟹蟹 海星怎么计算? 海星 这只只值8-5元 8-5元 其实你看到它放了品种海星 它主要生活在珊瑚一带 你看码头下面很难有珊瑚 生境不合适 其实它很容易就因为适应不到而死亡 5月初有网民就拍到 在北角码头的海面 有死了的海星飘浮 也有人拍到有海鲜档的职员 直接把马蹄蟹丢入海 而档内也设有滑梯 宣津买出月之后 可以将它们舍入海里面 因为以前的放山活动 相对的数量都是少 但现在就已经基本上是集团化了 所以就变得越来越多 这样的海产放到海里面 也有一个很充足的供应链在里面 所以这个状况是会越来越 影响海洋生态 我们都有数据显示 曾经是一次过是有半吨的鱼 放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一定会影响了当地的水域 那个自然生态 除了宗教团体举办的放山活动 我们发现在网上的社交平台 也有人自祖海上放山团 自从2016年 本地出现过有大量淡水龟被放山落海 外户动物协会就更加积极关注放山活动 不过他们承认要检控部分人士 触犯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的确有困难 例如海产放在海上 真的动物受到伤害 甚至死亡的话 即使我们能够取回动物的尸体 但也很难证明 这种动物是经由放山活动 直接造成的 所以这个举席是有很大的困难 危险啊,快点走啊 外户动物协会最近就和鱼户处 一起制作短片 希望市民认识放山带来的影响 长远就希望政府可以立法管制 就算是可以容许的话 都是一个很严谨的发牌制度 就不是说随便任何人 把任何数量的海产 或者是杂料放回大自然 有善心当然是好事 但是放山都需要有智慧的 今个星期谈到这里 下个星期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